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橙子姐姐 今天我见到了你们的两个小伙伴 熊大和熊二 他们向我说 森林里面的蹦蹦不见了 不见了,那是去了哪呢? 那我们来帮他找一下 诶,我看见了 小松鼠蹦蹦是不是在这呢? 哦,他看起来好小 可能是蹦蹦小时候吧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快乐松鼠 原来,蹦蹦小时候 喜欢这样的小屋子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 小松鼠是怎么在里面快乐的生活 啊,小松鼠 蹦蹦出来了 这时候他还非常小 哦,我们看见了一个 小睡床 好,我们打开盒子之后 就发现一个小小的 薯箱 诶,我们来看看你们都有些什么 啊,这里有一个小跑轮 一个小跑道 一个餐盒 和一个小窝 我们来把它 装饰完整 哦,有松鼠最爱吃的 这是一个坚果 这是一个 营水的瓶子 我们把它装起来 然后这是一棵小树 应该是挂东西用的 这是一个小苹果 一个小帽子 我们把帽子挂起来吧 这是一个小屋垫 我们把它垫在它的小窝里 难怪小松鼠蹦蹦不想回家呢 有这么很可爱的一个小屋子 它当然不想回家了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在家里玩的呢 我们把它打开 哦,它会推着 推着小果子来回跑 是不是很有趣 我们来试试 它会不会追着它的小坚果跑呢 哎呀,他真的很想要吃它的坚果 对不对 所以说它跑得真快呀 特别的好玩 好,我们用这个可以把它挡起来 这样的话它可以碾到它的坚果了 好,坚果找到了 把它推到它的窝里 好好享用起来吧 哦,真有意思 还有一个小的苹果 也拖回家吧 好的,都属于你了 这样它就可以美美的大餐一吃 嗯 嗯,吃得特别饱 有没有 熊大熊二 快来看看它的新家 哦,原来是这样 蹦蹦的新家太漂亮,太可爱了 还可以这样在里面跑起来 那现在到了晚上,是不是该回家睡觉了呢 我们来试试它会不会直接跑回家 哦,它这样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嗯,可爱的 可爱的蹦蹦 现在在自己的家里 乐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熊大熊二 那你们就跟它们留在这里 跟它们一起玩吧 好 到了晚上,它还想再玩一会儿 那我来看看 刚才吃了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应该喝一点水啊 嗯,美美的喝得饱饱的 然后就可以运动一下了 在它的小跑轮里头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跑得运动得满头大汗 这时候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小窝里睡觉了 对不对 走进自己的小窝里 嗯 诶,睡觉之前 它还有点不放心 我的坚果还在吗 去看一眼 啊,都还在呢 现在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好 小松鼠蹦蹦的故事就是这样 它每天快乐地 在自己的小盒子里 生活得美美的 小朋友们想不想咬一只 像小蹦蹦这样可爱的小松鼠呢 那就快来把它带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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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